昨天立法院的工房 會不會覺得說 因為蘇貞他下次沒有辦法去 給大家一個承諾的 會不會覺得他過去的這個能源政策 其實定的太躁進了 我想喔 民進黨的能源政策太躁進 這已經是眾所皆知了 民進黨自己也知道 你譬如說2025綠能20% 他做不到嘛 他就是做不到嘛 對不對 農民看天吃飯 我們現在工業也要看天吃飯 我們的老百姓也要看天吃飯 太陽一下山電就不夠了 因為他說他太陽能佔了12% 那下山就沒有這12%了 所以整個能源政策 荒腔走板是有大大的問題 所以我常常講 我說蔡英文你說 你向全世界這個世界級一流的能源專家請教 講講是誰嘛 哪些能源專家會貢獻出 會提出這樣的這個狗屁不通的建議 講出來哪些專家 那蘇貞昌昨天當然很奇怪 蘇貞昌最近第一個老是動怒 第二個呢他的嘴巴比他的腦筋反應快 他嘴巴講出來很快 那腦筋是不合邏輯的嘛 蔣萬安的祖父也好 曾祖父也好 就蔣介石先生啦 蔣介石怎麼跟蔣萬安有何干呢 我看蔣介石死的時候蔣萬安還沒出生了 他要替他曾祖父負什麼責任呢 對不對今天你兄弟姊妹夫妻父子都不能負責了 還替你曾祖父負責 蘇貞昌老經想些什麼呢 對不對當蔣萬安問你說你能不能承諾不停電 這是大家都想問的問題啊 蔣萬安做一個立法委員國會議員 他替民眾替他的選民問出這樣的問題啊 你不想知道這個問題嗎 我也很想知道這個問題啊 你蘇貞昌就好好答覆就是了嘛 我能夠保證 或是我不能保證 為什麼不能保證 但是我一定盡力去做 這是解決了嗎 對不對 什麼你祖父要反攻大陸 你有反攻大陸嗎 講些什麼東西嘛 我覺得荒牆走板簡直是 簡直是牛頭部隊馬嘴 答非所謂 而且常常反質詢 你意識規則你不能反質詢的嘛 對不對 你蘇貞昌當立委的時候 如果官員反質詢你 你會有什麼感想呢 這樣不好啦 國會裡面還是要展現風度嘛 郵院長是不是也失職 郵院長作為主席 應該要主持會議次序 所謂會議次序 不是只是吵架打架的會議次序 會議次序包括官員 不守議次規則 反質詢 郵院長都應該出來自治 而不應該由國會議員 跟官員去那邊吵架 這是不對的 郵院長沒有盡到他的本分 那黃沙山跟蘇院長的狀況 蔣萬跟蘇院長的狀況 黃沙山認為說 這是藍綠惡鬥的狀況 當然這個民眾黨隔山觀虎鬥嘛 不過不對的啦 再怎麼樣都不對的 黃沙山自己也做過誓言也知道嘛 官員是不能反質詢的 蘇貞昌這個習慣是很壞的啦 有史以來沒有看到一個行政院長 是像蘇貞昌這樣子 一方面他大概覺得他顯示 他的霸氣跟魄力 但是不對嘛 你顯示錯地方了嘛 你把你的霸氣跟魄力 用在防止這個停電 用在打擊犯罪 這個肯很好 用在保護環境 用在努力去開發綠能 而不是用來對付國會議員